我们进入这一章的第二节 引销点与引销线 我们这一章的目的是要用单张图像来重构三维场景 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图像上的几何元素 与三维空间中的几何元素的对应关系 只有建立了这种关系 我们才能实现单张视图的这个场景结构恢复问题 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图像上的两种特别 特殊类型的元素 也就是引销点与引销线 它们跟三维空间中的直线和面之间存在着确定的这种对应关系 所以通过引销点和引销线 我们再加上一些场景的先验信息 我们就可以实现单张图像的结构恢复 为了讲明白引销点和引销线 接下来的内容有点多 所以为了清晰一下 我对下面的内容做了一个什么 导读 接下来的内容我们首先会讲什么 平面上的平行线 然后去讨论平行线的焦点 最后来引出无穷圆点的概念 以及无穷圆线的概念 接下来我们还要学习什么 无穷圆点和无穷圆线的二D变换 让我们先去分析一下二维环境下的这个元素 图像元素跟映射投影之间的关系 投影以后的关系 就是前两个我们要讲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思想扩展到三维 我们也会去研究三维中的点线面 然后研究它们经过投影变换了以后 得到的这些图像上的一些元素 然后最后通过图像上的这个元素 我们去找出它与三维空间中直线的方向或者面的关系 然后来实现最终的什么 三维存构 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主要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表示一下平面上的线 我们知道平面上的线 可以用这种ax加by加c的形式表示 如果我把x写成x1 xr这样向量 l写成abc的形式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把直线方程 写成这样的一种形式 当然我们还可以写成什么 写成这样l乘以什么 x1 x2 也可以让它的引领 这两个表达式是等价的 这是我们对平面上的线的一种表示 有了平面上的线的表示方式了以后 我们实际上关注这样一件事情 两条直线的焦点 因为我们知道直线可以用它的参数向量来表示 那么两条直线的焦点 我们现在给出一个提论 就是两个直线的参数向量的插成 就是两个直线的焦点 也就是这个x点 那我们来证明一下吧 这个是焦点 怎么证明呢 那就是它在两条直线上就是焦点 x既出于l撇上又出于l上 所以它就是焦点 那我们证明一下 看看它是不是在这个两条直线上 我们知道两个向量插成 再跟其中一个向量进于点乘 一定是等于0的 也就是因为这两个向量插成得到的向量 一定是垂直于这两个向量的向量 所以我们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l插成l撇以后去点乘l是等于0的 大家看一看这个让我们前面表示的 x1 x2 1转至l等于0 这是我们刚才学的直线方程 现在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是不是相等的 然后最后这个直线等于0 是不是说明这个 点就是直线l上的点呢 这是很显然的例子 同理我们也可以证明 这个直线呢 也是这个地方有掉了一个lp 也是lp上的什么点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直线的焦点可以用直线的向量 来直接插成得到 好 讲了直线的焦点 我们的还要往下退一步 我们用直线焦点来讲这么一件事情 讲无穷远点 什么叫无穷远点呢 一个二位平面上的点 如果它变成旗次坐标以后 它的第三位为0的话 这就是一个无穷远点 因为在欧式坐标中 这个点呢 它就等于什么 它的欧式坐标是什么 x1p除以0 x2p除以0 这是它的欧式坐标 显然这个东西除以0的事情 是一个无穷大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无穷远点 好 这是无穷远 只要第三位 旗次坐标的第三位为0 就是无穷远 那我们来看一看 两条平行线 它的焦点是什么 在我们的生活感受中 平行线是不会相交的 但实际上我们通过刚才前面学的这个L 插乘L'的方法 我们可以推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你用这个L去插乘这个L' 的话我们会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B-A0这个向量 这就是它们的焦点 两条直线方的分别是ABC和A'B'C' 由于它们平行会有这样一个关系 AB等于A'B' 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来验证一下 这个点到底是不是两条平行线的焦点呢 很简单 我们就把它带回直线方程里 我们来看一看 带回到ABC这个直线方程里 是ABC乘以这个L无穷 是不是等于0啊 就等于AB-AB0 加起来是不是就是0啊 所以我们可以证明什么 这个无穷远点是在L这条直线上 当然同理我们也可以证明什么呀 这个点也位于直线L'品上 这一点同学们请自行推导一下 我们需要用到这个特性 最后我们也能得出类似于这样的结果 这就是什么 2D无穷远点 好 讲完了无穷远点呢 我们现在来讲另一个概念叫做什么 无穷远直线 什么是无穷远直线 也就是所有无穷远点 构成的这条直线 就叫做无穷远线 我们知道这条平行线的焦点在这个地方 这条平行线的焦点在这个地方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 第三位为0 那么很容易证明什么呀 我如果我的直线是这样的一个参数方程的话 这两个点成就是什么 总会是0 所以我们可以推出来无穷远线的参数是什么 是这样的一种结构 这就是无穷远直线 好 讲了无穷远点 无穷远线 前面我们讲了一些变化 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些事情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无穷远点的透视变化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摄影变化 它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我们知道对一个点做一个变化 是不是就是相当于将这个变化乘上去了以后 就会得到变化后的结果 那么我们将无穷远点 这是一个无穷远点 第三位坐标为0 经过一个透视变化矩程 透视变化矩程 我们知道它是这样的一种结构 对吧 总共有多少 有八个自由度 然后呢 我们乘完了以后 大家会看到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个结果当然是其次坐标 如果我们把它转向欧式坐标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再想问问问大家 当然这个PZ肯定是不得已0的 对吧 这样成过了肯定是不得已 我想问问大家 这还是个无穷远点吗 显然 这不再是无穷远点 所以无穷远点经过这个透视变化以后 它就不再是无穷远点 而是一个有限点 那我们来看一看 无穷远点如果经过一个仿射变化呢 它还是无穷远点吗 我们把这个东西带进去算一算 你看看第三位 这个东西跟它一成 是不是还是0 这说明了什么事情 无穷远点经过仿射变化以后 它还是什么 还是无穷远点 这就是无穷远点的变化 好 讲完了无穷远点的变化 我们现在就开始讲无穷远线的变化 那么无穷远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线的变化 我们来看这个事情 我们要推导一个结果 要推导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对一条线做操作 实际上只用将我这个操作的逆的转置矩阵 跟这个之前的线的方程的参数 向量相成 就可以得到新的线的这个什么 向量 这个事情怎么来的呢 我们来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将这个直线上的点 经过一个H变化了以后 然后呢 他得到的这条线 被零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这条线的什么 参数嘛 对吧 LP的转置 我们要求的就是LP 但是我们还会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 在原来的这个事情 原来那条线是什么 没变换之前的那条线 一定会满足这个方程吧 这是原来没变换之前的那个线 好 有了这个线的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线进行变化一下 变成这样的一种形式 这个是不是还是等于零啊 对吧 然后这个设计我再整理一下 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吗 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吧 那么我们对比一下这个表达式和这个表达式 是不是LP的转置就等于H5TL的转置 简单来说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推出这个结果 实际上我们要求的经过变换以后的线 它的向量就是这个 就是你的变换 本力的转置 乘以你原来那个线的参数 就结束了 这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要知道无穷远线就是知道线的这个变换 然后我们再来看 无穷远线经过透视变换以后会是个什么结果 无穷远线经过透视变换以后的得到的线的参数 是这样的一组参数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带过来 这个地方是肯逆的 然后乘以001 不管怎么样 最后乘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还是无穷远线吗 我们知道无穷远线是这样的一种结构 前面两个都是0的这种结构 显然这个什么 不再是无穷远线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 同理我们再看一看无穷远线在这个仿射变换下的情况 那么这是无穷远线乘以仿射矩 仿射矩矩我们说了是这个量为0 它的自由度为6 然后呢 我们把它这个东西乘一下 最后乘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还是001 说明了什么 无穷远线经过仿射变换以后 还是无穷远线 好 讲到这里呢 我们就讲完了2D平面上的事情 实际上我们更加关注3D空间中的事情 因为我们摄影空间是一个3D空间 我们是将那个摄像3D三维到二维的映射功能 是通过投影矩阵实现了三维到二维的映射功能 所以我们更关注三维空间的事情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三维空间中 其实也是跟二维空间中很类似 三维空间中的点 我可以用旗子坐标表示成这样 对吧 那么在这个记者上 如果我将三维空间中的平面表示成这个的话 那么这个平面是不是就可以写成 X转积乘以π对于0 这就是一个三维空间中的平面的表示方式 展开了以后就是AX加BY加CB加D对于0 这就是三维空间中的平面 好前面制造完了空间中的平面 我们现在开始介绍空间中的线 空间中的直线通常具有四个自由度 但是它很难在空间中表示 我们通常用两个平面的交线来表示这个直线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展开这个 我们只想说一句 我们通常会定义一个直线的方向 比如说ABC 这是这个直线的朝向在三维空间中 这是我们会定义到的一个事情 定义好了直线以后 我们给出这样一个结论 两个平行线 它们都有相同的方向 那么它们的交点 也就是无穷远点 它的坐标该怎么写呢 这三维空间中的无穷远点该写成这样 写起来很简单 只要知道这条平行线的方向 然后把它最后一维写成0 就是这条这个方向上的平行线的交点 这就是空间中平行线的交点 有了平行线的交点了以后 我们要定义一个很确定的概念 也是我们这节课要用到的概念 叫做引销点 引销点是什么 是三维空间中的无穷远点 在二维像素平面上的投影点 我们刚刚谈过 在二维的透视变换的情况下 无穷远点不再是变换以后 不再是无穷远点 所以在图像的这个平面上 它不再是个无穷远点 而是一个图像上的有线点 这里面的ABC就是什么 这个直线的方向 这个就叫做引销点 也就是无穷远点 在图像平面上的投影点 有了这个引销点 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卸一个事情 我们知道引销点是直线方向 这个直线方向上的直线的交点 也就是无穷远点 在这个平面上的或者像素平面上的投影点 那么我们就想推卸一下 这个引销点和我这个空间这组平行线的 这个方向之间的关系 我们得先给一下结论是什么 引销点等于这组平行线的方向 乘以摄像机内参数 这是一个结论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事情怎么得到的呢 我们知道这个无穷远点的坐标是这个 那么无穷远点经过摄像机变换了以后 就会投影到这个什么 引销点 那么他们的方程就是这个 假设我们的摄像机坐标系和视线坐标系一致 那这个当然就是I0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Ki0乘以ABC0的结果 然后最后个0去掉了以后 就是Kabc这样一种情况 这是不是就证明了 这个ABC就是什么 直线方向向呢 这是否就证明了 B等于KD这个结论呢 当然我们可以知道 直线方向就可以知道引销点 反过来我们知道了这个 引销点 我们也可以去推到什么 直线的方向 只要你告诉我 试验机的什么 矩阵就行了 这个东西很简单 就把它跟球逆过来 由于D是一个方向向 所以你还把摩去掉 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样我们就能得到 引销点和直线方向之间的关系 好 接下来我们再讨论一件事情 叫做无穷远线 无穷远线是什么 是无穷远点 集合所在的那条线 那么他投影到这个 我们的这个像素平面了以后呢 就形成了引销线 引销线也可以理解为什么 引销点 集合所在的那条直线 那么引销线和无穷远线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刚才说了 直线和这个变化前和变化后的关系 只要把变化 加上一个逆矩阵以后 转制一下 相成就可以得到变化后的这个什么 直线方程 这就是引销线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这个例子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想知道这三条线中 哪一条是引销线呢 我们告诉大家一下结论 很显然是哪条线呢 是橙色这条线 为什么 我们知道引销线是引销点的集合 那么引销点呢 是平行线 三维空间的平行线的焦点 在图像上的投影 我们知道铁轨肯定是在三维空间中平行的 对吧 那么它在图像中的这个焦点 是不是就是引销点呢 那么引销线一定会过引销点 所以这三条线中只有这种橙色的线过了引销点 所以它是什么引销线 这跟我们人类理解场景是一样的 实际上我们识别引销线 就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这个三维场景 至少我们如果知道图像中两条直线的焦点 是在引销线上的话 那么这两条直线是3D空间中的平行线 也就是比如说这个焦点 这两条直线的焦点在引销线上 我要知道引销线的话 那我就知道这两条直线一定在三维空间中是平行的 这是一个倒退 因为我们拿到是图像 如果我们能找到引销线 那我们自然就能找到 或引销线的那些焦点 所对应的直线一定是平行的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引销线和平面法线量之间的关系 引销线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 就是这条水平线是引销线 我们现在要找寻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线和这个面之间的法线量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 好 我们先看一下给出一个结论什么 引销线乘以了摄像机的内参数的转置 就会得到什么 这个平面的法相量 也就是这个N 这是我们要得到的结果 这个平面就是我刚才画的这个平面 这就是这个线 这黄色的线就是这条线 我们希望通过这条线来推导出这个平面的法相量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结论我已经给大家了 但这个结论怎么来的呢 实际上我们这样来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说这个平面 也就是这个 这个平面叫做π 它的方程是不是应该写成什么呀 x转置乘以π等于0 写成这样的一种形式吧 这是它的方程 对吧 那我们现在知道什么呢 我们还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平面上的点x经过投影了以后 比如说一个投影矩阵 然后会投影成这条黄色的这条线 那么黄色这条线的三组方程是什么呢 是不是这个 它的转置乘以lhoriz 这个是等于0的 是不是啊 因为你投影下来的这个这是投影嘛 这个点平面上的任意一个点投影了以后 它的转置乘以lhoriz是等于0的 这是它的上面的投影 那么我们把这个表达是在整理整理 整理成什么样一种形式呢 我们需要求的是什么 这个π 那我们把这个式子整理一下 是不是等于x转置乘以p的转置 lhoriz等于0啊 那么这个东东 是不是就跟π是一样的 对吧 这样我们就求出了π π就是什么 π就是发向量嘛 发向量等于什么 p的转置乘以l水平线 当然我们就考虑着更通用的情况 π的是一个通影相来 又包括内参数 又包括外参数 如果我们不考虑外参数 假设摄像机坐标系跟世界坐标系 是重叠的话 我们很自然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建立了水平线 也就是引销线和它对应的平面之间的关系 最后我们来讲 最后一个概念是什么呢 无穷远平面 我们知道平行平面在无穷远处会交一条直线 这条直线就是无穷远直线 然后两条或多条无穷远直线的集合 定义在所定义的那个平面 就叫做无穷远平面 这是一个概念 那么无穷远平面的数学方程 其实写起来很简单 就是三个零一个雕 这个地方我们只是介绍一下这个概念 接下来我们来推导一个关系 就是什么 平行线的夹角与引销点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要建立在我们前面学的引销点和直线方向之间的关系上面 因为这个关系我们将来会用在我们真实的这个单数图重建中去 我们知道两个方向上的线 它们的夹角是可以定义成这两个方向 除以它两个方向的模 然后就等于它的θ对吧 而我们知道这个直线的方向平行线的方向跟什么 可以用引销点来求解吧 对吧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带到这里面来 这个东西带到这里面来 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带到这里面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写成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空间中两组平行线的夹角 可以用引销点和摄像机的什么内参数来表示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Om就是什么 K乘以K的转质等力就这么个东西 这个大家可以去推导一下比较直接 这就又建立了空间中的直线两两条平行线 和另两条平行线 就是两组平行线之间的夹角和引销点摄像机内参数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知道空间中这两条直线是垂直的话 也就是我们知道θ等于0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表达式写成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这样的话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求解什么 直接的Om 因为V1和V2我们是知道的 又知道摄像机坐标器的 又又 V1和V2 V1和V2我们是知道的 如果我们又知道真实的这两组平行线是垂直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等于0的表达式 好 这是两组平行线的夹角与引销点之间的关系 然后我们看一看这里面的Om Om Om是一个什么 首先它是等于k乘以k的转值等力 它是一个对称的矩阵 总共写到这里面只有六个元素 它是对称的 第二个特性 如果这里面的Om2等于0 就是0倾斜 表示什么 像素坐标轴是垂直的 在这个像素坐标轴垂直的地方 如果Om1又等于Om3的话 那我们像素就是一个方形像素 也叫α等于β 最后还想说明一下Om只有五个自由度 为什么 因为Om是由k乘以k的转值来的 而k是有五个自由度 像就内上素五个自由度 我们前面学过了 所以Om只有五个自由度 好 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学的前面所学的知识 我们首先学习了什么 引销点和空间直线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们学到了第一个知识 第二个知识 我们学到了引销线和空间面的关系 这是我们学到的两个 同时我们还知道 两组平线的夹角 可以用引销点和这个Omega Omega就是摄像机内参数来表示 这样的一个表示方法 当 两组平线在空间中的两组平线 它们垂直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表示 这些知识 我们接下来就会用来求解什么摄像机的内参数 恢复三维场景的结构 讲到这里 这一节的内容我们就讲完了 去封印 我们下期就来 我们下期就来